大航到汶川线 12分钟到达 15分钟到达 四分钟到达 Informē息 川线 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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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把整個紋身線穿,從左邊到右邊穿了一下 這县城裏面好像沒紅綠燈,我從那邊穿到這邊來 從那一頭穿到這一頭來都沒見過紅綠燈 這兒有個紅綠燈,但紅綠燈沒有亮 他們這兒好像也是羌族,就是羌族人比較多 上山上山,上山上去給大家拍一下這些景色 有全貌 不知道這個上山的路得不得往 我就不往上拍了,我就停這兒 這個路旁邊還有一個水溝 裡面還有水,山上的山全水是不是 還比較清澈看著 這個看著就好穿哦 比茂縣看著更冷了 因為這個山它離得更近,茂縣那裡的話 兩座山距離隔得遠 看著沒有這麼震撼 這裡看著好近好震撼,好大一個山 下面就是現場這一片 我感覺來說好像有個冒險要消 這下面這一片能夠修房子的地方都修完了 其他地方都沒辦法修房子 估計那那後面還有一點 他們那個山更光 但是我看估計那裡 那裡全部都垮掉了 垮了之後就連草都沒漲 那上面也是 全山都沒有關係 那上面也是光多多 偶爾有一點點說 可能那是光的 周圍 好多人 还住了这么多人 这上面 就这上面 这上面还有人搬 下山下山 前面有那个高楼这个酒店叫玉皇酒店 玉大鱼 鱼黄酒店 大鱼的鱼 找到一个文川的特色美食 这个叫棉藏斧豆腐 一个藏一个斧 这个字是什么 然后有好多家都在做这个豆腐 然后有一个最近的就在这里 但是它的评论不高 3.9分 但是看评论吃的人还多 有些说好吃 有些说不好吃 然后我就打算去以身试法尝一尝 这个棉藏斧豆腐 这个有些哈 咱们打开就了 有 你那个什么豆腐 棉藏豆腐 你会来个那个吧 来个那个 就这个啊 棉 丝是啥 丝 丝 丝叫丝 我们喊的就是棉丝 哦 丝丝嘛叫丝 对 普通话叫丝 对 丝是丝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棉丝 棉丝豆腐 我查了一下它说那个 文川这儿有一个镇 叫棉丝镇 然后这个豆腐就是他们那儿的特色 然后就在文川整个县城铺开来了 所以就是文川县的特色 查到了这个字 一个藏一个火 棉丝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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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丝怪兽 也就是棉怪兽 水怪豆腐 哎呀 小心 有点傻了 有点傻了 谢谢 不会是麻婆豆腐吧 味道好像 感觉差不多 这上面的那个花椒 那花椒是炒过的 然后再剁碎的 菜的味道还是不错 味道会下饭 但是这个棉丝豆腐和麻婆豆腐都差不太多 我现在吃的啊 感觉只是没有麻婆豆腐那不麻 那边有点肉末 这一份16块 还是可以 好大一份 我今天在找这家店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家说 有些人吃饭吃的很贵很贵很贵 就文川本地的在这说 吃饭嘛 你进城里来吃嘛 你的路边上吃 别人都知道你是在玩的 不是不坑你 看谁啊 又寻找一招 吃饭不要找路边上的 路边上的别人都知道你是锅路的 直接进城里来 现在这个豆腐还可以 16块钱 还是昏豆腐这里面有肉末 我本来想这么多豆腐把这个吃完就了 就不吃饭了 但是这个有点咸 必须得配饭吃才行 我估计我这个菜吃不完了 如果要把这个菜吃完之后一桶饭 估计都还要再加一点 因为它量太多了 这个虾饭的菜 味稍微有点重 味道确实还是行 还是可以 因为豆腐拌的饭好吃 麻婆豆腐也是 要点汤子 哇 有点咸啊 再加两碗 加一点点 哇 来说一下这个豆腐 其实和麻婆豆腐都差不太多 有点细味上的味道不一样 稍微有点重 不过一个人吃肯定觉得重 人家人多的时候就特别下饭 好了 一般豆腐16 米饭应该是2块 差不多18块钱 18块钱 这儿子 18元 走 吃完算了 逛一逛 对面那个山上还有很多那个激光大的蛇 很大的蛇 对的什么是还不知道 我说这儿还有动物在这儿跑还有猪 这相机拍不出来 看不到 这就是文川县城晚上的一个角落的晚上 熊猫家园 净土阿坝 大鱼故里 康养文川 好就这几个 这一排这个柱子上都是这种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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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灯打到这个地上都是这个 大鱼故里又来了 哎 到底是文川是大鱼故里 还是北川是大鱼故里 不管哪里是大鱼的故里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大鱼肯定是羌族人 因为他们这个羌族人居多 所以他们都来振这个大鱼故里 应该就是这样 看他们的帽子 就是 那么他经常看很多人戴这个帽子 好像还有好几种 这一栋是什么的 看着还好看 晚上打到光看的 亮亮堂了 哦 中国税务 税务部门的 哇 他们的一个限述部门 还是搞得好这个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哇塞 你看我头过来吹枪 晚上风还大 白天感觉的还不冷 晚上的话吹点风还是有点冷 对还是穿个晚上 又不在外面下光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